Ultra DASH Z3 PLUS Ultra DASH Z3 PLUS Ultra DASH Z3 PLUS 治標最強的DUAL LENS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歡迎收看這一集的 新節目啊 等一下等一下 先看一下 來來來 我跟你講阿呆你一定覺得很奇怪 我為什麼找你上來拍 然後又拿了這個 你知道這是誰送的嗎 誰 我提示阿 鴨肉根 誰啦 鴨肉根你不知道 鴨肉根是誰 Panamera 你真的真的無情耶 我還以為雙魚座是很念舊的 沒想到你也是用過就忘了耶 我跟你講這個淵源好了啦 Panamera這個客人賣過我們車以後 他後面陸續又賣了我們兩台車 好像買了兩台車 賣了兩台 買了兩台 買買買買買這樣 他已經變VIP了你知道嗎 為什麼我說你要換多少對不對 今天這一集呢 說實在的 我剛剛本來沒有打算要拍的 可是我想著想著有一點傷感 所以我就找你上來 我覺得我們記錄一下 今天我的9891被換走了 用什麼換隔壁在台 2023年的 GLC200 Coupe 好1000多公里跟我換 你猜猜誰貼誰錢 你覺得誰要貼誰錢 你貼他錢 我貼他錢 我給你提示 這台新車266萬 再給你一次機會 誰貼誰錢 不知道 他貼我錢啦 貼一點點而已 他早上打給我啦 現在已經下午3點多了嘛 那他早上有打給我 說這個在車家裡的漲費開不習慣 那想說盡早處理 聊少一點 他很聰明喔 這個車啊 今年的下半年 就大改款 所以他很聰明 但我很尷尬 我要打帶跑 你知道嗎 我們就討論了一下 他說他貼多少錢 我說不然上來討論一下 他早上直接衝到我們這邊 過中午就到了 他現在去吃飯了 所以我們現在先帶大家來看一下 2023年他就新車嘛 1000多新車了吧 而且他是正23的喔 2023一月出場的喔 阿袋 你現在才知道這台賣掉了嗎 對 會有點感傷嗎 有一點喔 你會有一點喔 對啊 我本來想說好像沒什麼 因為我自從決定要賣之後 其實也都沒有開了 就是很下心來 不要藕斷絲連 我如果決定要賣了 我還一直在開他 我會越開越捨不得 所以從我決定說我要賣那一刻起 我寧願開BV後叉 來拍那邊 我寧願開BV後叉 我也不再開他了 一個是對下一個車主交代嘛 不要說我們還好像一直在超人家 大概怎麼樣 然後一個是斷車 恩斷義絕斷舍離 尊過水無分 沉無稿水無勞 類似這種感覺 看起來 完全斷絕這個關係 不要再藕斷絲連 雖然我還是常常 走過去還是會看他一下 因為他就停在那邊 每天路過都會瞄一下 還是會有點懷念那個感覺 可是我們還是 不要開好了 好不好 那我們接下來呢 你要換多少 帶大家來看一下新車 好那個情緒轉移一下 應該要開新的嘛 就是一個相對要放比較久的車 換一台有可能可以放比較那麼久的車 類似這種概念 然後第二個是降成本 他如果再貼我一些 我是成本要降一點 當然要算折舊啦 但如果不算折舊 我等於壓300多萬放在這邊 對不對 那如果換這一台 我等於是200多萬壓在這邊 因為他還貼我一些錢 所以感覺上 好像比較不會這麼痛苦 然後再來第二個就是 賣的速度來講 相信這一台應該是快過這一台 因為這路上比較多嘛 大家也比較能接受 這原廠還在保固啊 欸三月呢 等於保固還有滿滿的 三年欸 現在才四月初欸 四月中欸 他三月底才交車的 基本上等於保固差兩個禮拜而已 是不是跟新車一樣 好不好 那帶大家來看一下 因為我也第一次看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車有什麼比較 特別的地方 來吧 你不覺得他這個車頭這個燈 看起來很像GLB嗎 很像啊 對不對 都長差不多 他真的是小改款的車頭 你知道嗎 GLC你不要沒開過你就不知道好不好 龍鳳桂方常用那一台就是這個啊 一模一樣啊 前面還貼一隻豹有沒有 現在已經都濕掉了嘛 吃掉了 欸沒關係啦 他已經去跟別人拍片了 那個不甘活的事了 欸你笑是什麼意思 哈哈哈哈哈哈 蛤 欸你被泰山扒欸 真是泰山欸 他給你扒 哈哈哈哈 雖然看起來不太會開車 也是滿兇的欸 蛤 啊這個一樣嘛 它這個是有新的有跟車的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這裡面 它這個就沒有天窗了 它這個就是油電的嘛 有大電池 小電池啦 那個也算小電池 來看一下內裝 還從嘉義開來所以多了一點欸 1420有沒有看到 重點是它這個是一金儀錶 聽說有一批在缺晶片的時候 大概22出廠的 230排的 有一批是沒有一金儀錶的 業務跟我講如果不小心買到那個 可能會剩下來 好不好 看一下它什麼 啊這很普通啊 喔 欸你有沒有聞過賓士新車的味道 有啊 欸有齁我們之前就有了 買過新車了齁 柯P在中獎車就新了齁 中獎車我沒救過嘛 中獎車我們有拍過不是嗎 中獎車是泰山跟柯P去拍 對啊對啊對啊 那你是哪一台新車 我是賓士新車的 所以賓士新車味道你還沒聞過 剛剛啊 好帶觀眾進去聞一下 我們聞一下啊 什麼味道 我覺得跟HRV差不多 你會被幹我跟你講 好後座看一下 欸它這邊有柏林之音耶 也沒有平靶方向盤 而且它這個全車都是塑膠皮啊 它後座出風口喔 後座出風口是有的喔 來看一下後面 喔Cube你看 屁股短短的 然後它這個是怎樣 翻這個 好電動後尾門 欸什麼都沒有耶 這插一個那個反光拍 喔有這裡工具在這 好這按下去 可以開門打機器 喔這都還沒撕你看 這新車百分之一百元七 來發動一下看看 看它儀表發動的時候算不算 它這螢幕好小喔 發動 喔 喔 喔 G-Force的綠化對不對 Like a G-Force Like a Like a 你有聽過那個 不是G-6嗎 那G-6 不是Like a G-4 哈哈哈哈哈哈 那引擎聲怎麼啦啦叫啊 好大聲喔 就要引擎聲啦啦叫 然後我跟你講 這個東西我真的覺得最白痴 對吧 你看 你看 有沒有 你手不能不小心回到 用手走不行 用手掌也不行 只是用細的東西可以 我有個大膽的想法 用腳趾頭試試看看 怎樣 怎樣 不是 不是太粗不行嘛 太傷的應該可以啦 我的可能不行 我的如果來的話 他可能會偵測以為是手走 哈哈哈哈 還蠻神奇的喔 他只有指頭可以 太粗就不行了啦 兩隻指頭就不行了 只有一隻指頭可以 所以他超過一隻指頭粗就不行 還有跟車 然後他這個全部都是做鋼琴烤漆的材質 賓士後期都改這樣 都已經改成這個懷檔 然後有方向盤的換檔快撥 我覺得買這一代最主要注意是這個 因為他聽說有指針的 然後而且再來也有那個氣氛燈 這一條氣氛燈有沒有 門這邊也有 有吧 有 這是新車啊你看 這手冊我跟妳講 欸怎麼變那麼小本 我知道為什麼變那麼小本 阿大你知道為什麼嗎 他放在主機裡 對他現在這個說明書在裡面 就找到了 車輛裡面就有 可是再可惜他沒有柏林之音 他沒有選配 所以他等一下就要把馬車RD開走了 對他等一下就直接上來 敲定就馬上過路 他就把車開走了 這麼快 所以我才有點感傷 看多了柏林之音的銀色喇叭蓋 突然這個喇叭蓋黑黑的感覺好像少了什麼 欸不過我真的覺得引擎那個啦啦的聲音真的 運轉的那個品質 我都覺得現在新的賓士四缸引擎 運轉的品質覺得還蠻差的 欸他這次新胎 這裡什麼胎我不知道 喔ECO 欸節能胎啦 貝耐力的節能胎 他這裡有畫欸 加油站 樹葉 高速道路 啊怎樣 不能聽音樂 為什麼會有一個 靜音 喔靜音喔 哇 那第一個是什麼 加油是怎樣 神油 神油 這樣吧 那應該要一撇啊 因為還是要去 還是要去 啊葉子 高速 靜音 節能胎 貝耐力的還不錯 我那時候我記得我買ECO的時候 給我PAY 登陸 我講過很多次喔 年紀大就是很會記恨 很會記仇 好事不會記的 壞人會一直記的 好啦那這台車呢 2023年1月出場3月領牌 等於開了 喔這樣不到一個月欸 我順便跟大家分享啊 有時候很多客人會問我們 為什麼那麼多車子跑那麼少就要賣 我跟你講 貧窮會限制我們的想像 我隨便舉幾台就好了啊 BT4S開2000就賣 為什麼 開開他覺得他想要換那個Model Y啊 而且還全車犀牛皮貼了五六萬 而且他是買原價160幾的那時候欸 跟我們一樣欸 然後買了之後呢 也是等了半天 他還是這樣撩掉啊 為什麼 送啊 想要換Y啊 貧窮會限制我們的想像 而我也想不到 我今天竟然可以用這個換到這個 我想都沒想過 要看有沒有撞嗎 應該不用吧 欸開不到一個月 就算撞也來不及修吧 但凡只要嚴重一點都來不及修吧 你如果說小小的烤個七還有機會 那也沒差嘛對不對 像我們上次那個台南的Ccar一樣 但凡只要嚴重一點 他可能都修不出來 我們那台車到現在都還沒修出來欸 對啊 也一個月超過了吧 所以應該不用看了啦 其實這個VIP用戶大家看的是一個信用 人家也是一趟路就這樣講一講 就拼上來了好不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節省時間 不要耽誤人家太多時間 要不然等下來不及辦 好我先去跟他喬一下看要怎麼補貼 這很快啦七七八八 大家已經交易過四五台了 那個底細都很清楚了 進退我們都很清楚了 拍個屁股他就翻過去 就準備寫合約 轉過去準備寫合約了對不對 那我們去跟車主趕快處理一下 不要浪費時間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好啦 我跟你講 處理啦 最後交易的金額就是 他貼給我二十五萬 搞定 打完收工 已估 今天你要換多人在這邊 喜歡記得訂閱 開快是不是 要解釋一下嗎 要解釋一下嗎 要解釋一下 是這樣 他本來是說 可不可以貼個十五萬 那我說十五萬就等於 假設因為我這台我開二六五嘛 那二六五十五萬 就等於我這台賣 我這台收二百五啦 欸是嗎 喔等於他收二百五 我賣二六五 這個新車二六六耶 我說我回來賣多少 二百五十一 再一萬這樣 我說不行啦 這樣我可能沒辦法賣 而且還有一個重點喔 我這一台車是怎麼賣怎麼賠 我這台車成本是三百二三百三 三百二幾了 我記得 就買回來價錢加上我們後面 紀錄的一長篇對不對 所以我是怎麼賣怎麼賠啦 可能你覺得你的新車只差十五萬 但對我來說 我其實已經了了好幾十萬了 但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本來預計 這個車開一年賣掉就是會了錢 我只是在想辦法換一個 可以流動更快的車回來而已 要不然其實我這個車繼續賣 我不覺得賣不掉欸 很簡單啊 我上網去尋過這個車的價錢 每一間賣的價錢跟我差不多 但是有哪一台的保養履歷 比我們還清楚的 沒有吧 假設你去外面買到 你回來你有沒有可能跟我一樣 花三十萬 你有沒有可能跟我一樣要拆 MISSION SHORRY ROYAL 有可能吧 有沒有可能被加拉賽遞掉 要換膠條 機率比較低是不是 哈哈哈哈 那是我停在塑下比較倒楣 沒有我意思就是說 我的應該是算履歷最清楚 我覺得啊 車況應該是算 不要說第一名 前幾名總有吧 所以我覺得啊 我繼續放下去 反正只要想買這個車的人 多多少少一定會來我這邊看一次吧 有沒有買是一回事嗎 而且我們可以很有信心的叫他把以前的 我照顧他的履歷都看一次 有憑有據 對不對 所以我其實也不擔心這個賣不掉 但只是說這個已經怎麼賣怎麼賠了 這台車又250回來 我再賠一次這樣 對吧 所以我最後就跟他說 我是覺得要差個30萬 為什麼我差30你知道嗎 因為我有打電話透過關係去問 原廠認證中午車賓室怎麼收 你知道原廠報多少 230 我講好多次了 那個那麼大一間耶 那個展間都是玻璃有沒有 我記得還有黑絲襪 你現在IG都有賓室的 那女業務的這樣 腳一定要騎1千2號有沒有 有沒有這樣 拍一張照有沒有 有沒有 好多穿個載裙的黑絲 喔那個腳 好險他不是站這邊耶 輪子就變橢圓了你知道嗎 你是不是有看 廣告有廣告 你有沒有看過 有看過 人家真的那麼大間 那麼漂亮 那麼財力那麼雄厚 我還要買贏他耶 我有比他會賣嗎 應該沒有吧 反正我就跟他說30啦 回來 賣個25多 我就有機會啦 更新車至少也差個10萬 不用等車嘛 再想原廠保固 差兩個禮拜 滿3年的 對不對 我是這樣跟他出來 後來瞧一瞧 我們也很快25就解決了 那這個就搞定了 今天就已換了 希望好好照顧他 我老婆沒來 他說他不想看到他開走的這一幕 我沒辦法 我等一下直擊 這VIP我一定是要站在這裡 阿龍馬斯特 謝光臨 排兩排 謝光臨 這種提高音調對不對 你講一下歡迎光臨 歡迎光臨 歡迎光臨 全聯要這樣叫嗎 全聯要啊 全聯你不利雄 雄不利就好了 馬來歡迎光臨 要 謝光臨 日本的那個地下街 進去你就會聽到很多羊在叫 你知道嗎 很像羊圈一樣你知道嗎 日本的商場啊 你以為你來到羊圈 喔妹妹叫你知道嗎 我為什麼講到這邊 我一定是要歡送他啊 我沒有辦法像老闆娘一樣逃避 可是我不確定 我等一下歡送他的時候 會不會覺得很難過 來來來來來討論一下 我現在不知道我要靠哪一台耶 目前 是說好話還沒過戶 我還是可以靠一下啊 欸讓我最後靠一下會怎樣 不然你幫我拍一張這樣 要吧 雖然我們在做二手車商 你要想喔 我旗下這麼多的小姐 雖然環肥厭壽 各有 優缺點 總是會有 比較討喜的 自己喜歡的小姐 要走了 總是會難過一下 不要以為我們好像 旗下的這個小姐眾多 啊管他怎樣 不干我們的事 只是把它當成賺錢的工具 不行嘛 這個好歹我們也是自己行駛過的嘛 所以真的對他會有點感情啊 欸講當年也是在這邊耶 對啊 很快啊這樣一年多就過了 欸 上面還有我的東西是不是 喔沒有有客人的東西 欸他東西都放進去了耶 這麼急喔 保溫瓶 外套都放進去了耶 你看這個皮 我覺得這個皮怎麼看 我覺得還是比這個有質感多 你有沒有覺得 這門一打開我真的覺得真的差很多 門板啊內裝啊真的差很多 歐季再感謝一下 感謝歐季啦 歐季這個 方向盤幫我用那麼漂亮齁 不然 那個啦 下面才二三年的方向盤 你要不要處理一下 我看可不可以再賣好價一天 哈哈哈 而且我還黏了那麼多的Carbon 你阻止我黏那個冷氣面板的 還好沒黏 要不是你阻止我 這樣賣更高 還不會 欸搞不好 這個車子從Panabella到現在 搞不好它的開口就是跟我差不多 你怎麼不會這樣想 欸他還有什麼車你知道嗎 370Z 喔那是他的喔 對啊 真的這是VIP客戶啦 所以喔搞不好我們的 我們的那個喜好是一樣的 好啦感傷一下 那今天這個 你要換多少 2023年的GLC Coupe 200 跑1000公里 來換17年的Lavante S 最後成交的金額就是 貼換25萬 好不好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訂閱留言 分享開啟小鈴鐺 下次見 掰掰 好啦我要跟他培養感覺 來 我們要走 9891走了 欸 車出去 欸 開走了欸 開走了啊 怎麼突然有一點惆悵感 蠻有惆悵感的 我老婆連來看都不敢來看 那台車也是載著往往最後的那段時間 去看醫生都看那台車 昨日向阿東流水 離我遠去不可留 賣車賣到這麼痛苦 為什麼 有一點錢就好了 每台車都可以留著 都不用賣 那個是很有回憶的 對不對 換了就換了 好啦 那這個還不錯啦 換到我們VIP客戶 那是我們VIP的客戶 所以搞不好多年以後 又可以再見到他 好不好 未完待續 好啦 下課